大家好我是天樂堂堂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 聰明系列裡面的立方聰明 其他的系列都可以點官網連結去看他的規則 裡面就會有六顆不同顏色的骰子 然後氣氛表 還有四支筆 那這個遊戲是可以一到四人遊玩 跟之前的絕頂聰明都一樣 他們每一個骰子都對應著同個顏色的區域 黃色區域、綠色區域、棕色區域 都是只要有骰到符合的數值就可以做打擦 另外剩下的兩個區域都是會寫上相符的分數 把你抽到的數字直接寫上去 然後白色代表萬用骰 它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執行它的效果 如果你選擇黃色的骰子的時候 是在第一個階段的時候選的話 那你選擇的黃色的這個骰子 就只能在第一條的這一條上面行 骰到黃色1 那就會在黃色1這邊打擦 上面和下面都被打擦之後 它就可以得到中間的獎勵 計算分數的時候 它是每一列看總共有骰到幾個 例如第一行打擦六個 它就可以得到42分 然後如果第二行只有打擦一個就是2 所以是42加2 白色的和灰色的 這個差別在於如果這個回合是別人骰到黃色的時候 我一定只能畫灰色區域的這些數字 綠色的骰子它比較特別 把它放到這裡的時候 看同一個區域裡面有幾個跟它現在一模一樣數字的 你就可以把它打擦 例如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前面是2和3 然後因為我現在骰到3 前面已經有一個3了 我就可以在數字3的這5個裡面選擇兩個打擦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我選擇3 那它就是只能在3的區域隨機選一個打擦 然後它這邊有分有白色的和綠色底的 只要是白色底的部分呢 它就只是用來計分的時候可以衝高一點分數 那綠色底的話 只要你把3的綠色底都打擦的時候 連線下來對應它可以得到一個黃色區域的獎勵 或是橫的 你把這邊都打擦之後 那就可以得到中色區域的獎勵 遊戲結束的時候一樣 它是五行 每一行都會檢查說有幾個 看可以得幾分 所以如果一行是六個 一行是一個的話 就是21加1 所以是22分 藍色的效果呢 其實跟前面的幾個版本的效果一樣 每次在使用藍色區域的時候 一定要藍色加白色一起使用 例如它這邊有兩行 你可以從左邊或右邊都可以寫 然後往上它是7加1 所以你下一個數字呢 一定要是8 那如果這邊寫8呢 再加1 下一格數字就是9 這邊一樣 往下解 所以就是6 5 4 3 2 1 7這下面有一個回轉的符號 代表說 數字永遠都可以回到7 所以如果現在8 9 下一個我可以填7 那7再下一個又要從8開始 可是它這邊有額外的分數是 如果你上面寫的數字有2 3 4 10 11 12的話 每一個數字都可以給你多加4分 所以還是會盡量往外寫 不會每次都想要歸零 那你只要寫到哪一個 它就可以給你下面的獎勵 遊戲結束的時候 就是看你有沒有符合下面這2 3 4 10 11 12的數字 再相加看你到哪一個 假如我是13還有9 就相加在一起 就是22分 棕色呢 以前只要有箭頭的時候呢 它一定要一個一個一個把它往下寫下去 那這一次呢 棕色它這邊有寫說 它可以跳過格子 所以在我骰到3的時候呢 我可以選擇 我要圈前面這個3 還是後面這個3 可是它有一個規則喔 就是它跳過去之後 它不能再回頭寫 所以如果我現在寫了3 前面的這個5和1 它就會直接都沒辦法使用 那它上面的獎勵要怎麼得到呢 例如我想要得到中間這個獎勵的話 我要1打X之後 下一個把5打X它才能得到這個獎勵 所以如果1先打X再打3 沒有打5的話 中間這個獎勵都不能使用 計算分數呢 是它會看你的打X 不是看你到哪一個 它會看你打X的數量 所以即使你到最後一個 可是你只有兩個XX的話 它也只能得到5分 粉紅色的骰子呢 底下都有一個淺淺的2分之1的標記 只要我想要4好了 我直接這邊就會寫4的2分之1的分數 所以就是2分 底下這些呢都要做抉擇 它只能從分數和下面的獎勵選擇一個 如果呢我選擇希望分數可以拿多一點 那我就直接把4寫上去 因為它這邊X1嘛 所以4X1就是4分 但是如果我想要拿到下面的獎勵的話 4的1分之1我就寫2 然後可以獲得下面的獎勵 然後這邊一樣也是 如果我選擇分數的話 我一樣骰到4 4X2 8分 那我下面的獎勵就沒有拿 那如果我現在骰到5的話 我要選擇獎勵的時候 我寫3 它不會向下取折 它會向上取折 就會得到3分 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看這邊的總分數呢 是得到多少 另外呢我先介紹一下 特殊效果 有兩個是常用的效果 每一彈都會有這兩個效果 一個呢是從子骰子行動 每次都會骰骰子 好骰完之後 如果我覺得不夠好 我就可以全部重骰 好那假如我選擇一顆 選完一顆畫完效果之後 又換我重骰 這時候呢如果我要選擇重骰的話 前面那顆是不會重骰 只會把剩下的五顆重骰 一開始都會畫一個圈圈 然後使用完 就會在那個圈圈上面畫XX 下面這個是一個新的效果 這個效果叫做 改變點數行動 好一樣 只要我有獲得它的時候 我就會在這裡畫圈圈 只要我選擇 某個顏色的骰子的時候 我就可以選擇 要不要使用上面的這個效果 一開始的時候它都有限制 就是如果你使用它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骰數變成3 好到後面問號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任意的骰數 所以如果這骰4個都獲得的時候 我可以先選擇 我要先用5 還是先用4 還是先用骰 這個版本的獎勵呢 如果你有畫到最後的話 它都會額外再給你新的獎勵 最後一個就是常見的效果 是額外骰子行動 每一次呢 只要大家都把自己的3顆骰子都執行完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開始使用 不管是我的回合還是對方的回合 假如我有的話 我就可以打叉叉 選擇旁邊上的6顆骰子 任何一顆使用 但是如果我現在有很多的 額外骰子行動的話 每一顆在同一個回合 只能使用一次額外骰子行動 等一下呢 我就會大概講一下整個的回合流程 那一樣我也是有先稍微玩了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剩下的最後一回合把它玩完 每次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是骰6顆骰子 選擇一顆呢 留下來之星 然後如果呢 我選擇數字比較大的 這個我選3好了 那我的這些小於3的數字 都要進到紅音盤裡面 等一下我在重骰骰子的時候 這些是沒辦法使用的 所以如果一開始就選太大的骰子的話 我等一下就會沒有東西可以使用 我選這個 然後我用改變骰子行動 然後我把這個數字呢 改成6 所以我在這個第一回合的6打XX 那它這個改變的時候只是暫時改變骰數 所以一改完之後它還是1 好那我沒有小於1的 所以我就衝骰 因為我覺得我骰的沒有很好 而且我這裡還剩很多 所以我想把這些衝骰骰子用掉 畫掉 衝骰 好那我選這個好了 那小於它的就會放上來 這個是4嘛 所以我看我是要得 乘以3 12分 還是我要多得一個狐狸 那我選狐狸好了 那我就寫2 剩下的骰子就衝骰 1 那我就選這個1好了 打X 好 這是我的最後一個回合 可是呢 因為它這個遊戲呢 是1到4人可以玩的 如果是兩個人玩的話 我就會給我的對手 那我對手也會選完3顆之後 它這邊就會有 它不要的3顆放在盤子裡面 那這幾個人玩的回合是 等你的行動做完之後呢 你自己直接把6顆骰子全部衝骰 那如果像現在這樣子 最小的 這邊有3顆4的話 我會依照骰出來的數字 誰比較靠近銀盤 就會把它們放上去 那其他的就會放旁邊 那我就可以從這幾顆骰子裡面 選擇1顆使用 我選這個好了 下面的獎勵 所以我現在是1 好這個 那藍色我畫 這個 那我會獲得這個效果 然後把加在彩都用完 因為遊戲結束 如果你沒用完的話 它就是都沒有分數 先把它畫XX 用這個2 那我有幾種 一種是我可以直接 把它改變數字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問號的 改變點數行動 好如果我把這個點數換成6 我也可以直接寫在這裡 然後如果是用加1骰的話 就沒有剛剛那個 黃色區域 一定要寫在灰色區 就是我可以寫 任何一個黃色區域 這個數字的位置 我要用中色的 我要把這個骰子 點數改成6 我就可以把這個打X 好這裡會送我一個 黃色 我選這個 改變骰數 雖然現在改變成都沒用呢 可是因為如果這個畫下去 我就每一個都獲得了 我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獎勵 這個獎勵是 粉紅色區域 可以寫任何一個數字 我要得下面的獎勵 我這邊寫3分6除2 3分 好再得到一個這個 好代表我可以獲得一個 重塞 塞字 還有一個狐狸 好這樣遊戲就結束了 對方也做完行動 或是我自己玩的時候 我選完遊戲就結束 那我們這時候呢就可以算分 黃色區域的第一排 我是4個20分 第二排是3個12 第三排是12 好這邊寫44 那下一個呢 21 15 6 3 1 46 我的6加22 所以是28 這邊是3個數字 乘以4 12 40 這個它是算XX數量 11個是77分 這個是 相加這邊上面寫上去的數字 26分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計分的是狐狸 我來看我有幾隻狐狸 我有4隻狐狸 狐狸算的分數呢 是這幾個區域裡面獲得最低分的區域 乘以它的狐狸數量 那如果是0的話它就會乘以0 所以26 乘以4 這數字超大的 104 337 每次都要看那個結果 我是3核心 好像比前幾次玩的比較好一點 好這就是自己玩的規則 那如果有就是基礎的規則 有沒有看懂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回去看 絕頂聰明它會有比較詳細的 一般流程的介紹 今天的天鵝不只開箱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